昨天,一个很少人关注的政策发布了,对于房地产来说,恰恰是十分重要的。 据多家媒体报道,一份名为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,关于开展2019年银行机构房地产业务专项检查的通知,已于近日发出,32个城市被银保监会列入了重点检查的名单。 检查的重点是,严厉查处各种将资金通过挪用、转道等方式流入房地产行业的违法违规行为,而且文件使用了高度警惕房地产泡沫化、金融化的措辞。 各银保监局可根据地产信贷规模、风险等情况自行确定检查的具体银行,数量原则上不得少于三家。 检查的是,2018年6月30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相关业务。 上图是被要求重点检查的32个城市,纳入其中的城市有两类。 一类是全国楼市的风向标,楼市权重较大的城市,比如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。 另一类是近期比较活跃的城市,比如洛阳、呼和浩特等。 那么,对哪些房企可能会有影响? 我们简单地梳理了一下,土地招拍挂市场。 从2018年7月到2019年6月,这是32个城市拿地比较多的企业排行榜。 据媒体报道,这次检查的重点是金融机构对23号文件的落实情况。 所谓23号文件,是今年5月17日,银保监会发布的,关于开展巩固制乱象成果,促进合规建设工作的通知。 这个文件的附件里,分别对银行和信托这两个,给房地产输送资金的大户,存在的乱象,列举如下,并要求整顿。 银行的乱象,表内外资金,直接或变相用于土地出让金融资。 为严格审查,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,违规向市政不全的房地产开发项目,提供融资。 个人综合消费贷款,经营性贷款,信用卡透支等资金,挪用于购房。 资金通过引自银行渠道,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。 并购贷款,经营性物业贷款等,贷款管理不审慎,资金被挪用于房地产开发。 信托的乱象,向市政不全的开发商,获齐控股股东,资质不达标,资本金为足额到位的房地产开发项目,直接提供融资。 直接或变相,为房地产企业,缴交土地出让价款,提供融资。 直接或变相为房地产企业,发放流动资金贷款。 23号文件,下发之后,央行,银保监会至少做了两大动作。 第一,整顿房地产信托,要求不能突破,6月30日的融资余额。 也就是说,信托给房地产的融资,在2019年下半年,不能增加。 这大概相当于,减少了4000亿资金,流入房地产领域。 第二,限制银行贷款,违规快速流入房地产市场。 上半年,银行发放的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,只有房地产中长期贷款增速的三分之一。 这是银保监会开始控制资金,流入楼市的重要原因。 那么问题来了,这次银保监会的32成大检查的力度,到底有多大? 楼市会全面入冻吗?房价会出现,显著冲动吗? 房地产是高杠杆行业,资金至关重要。 对于行业来说,融资的难易程度和成本高低,直接决定楼市的冷暖生死。 如果央行和银保监会卡死资金,房企只能全面降价。 如果暂停发放房地产的一切贷款,这个行业会很快崩溃,高房价也会在几个月之内土崩瓦解。 有人说,中国房地产市场以前的规律是,短期看金融,中期看土地,长期看人口,而如今是短期看政策,中期看政策,长期还是看政策。 但这大国若捧小千,调控楼市也是这样。 这个行业占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,每年仅新房销售额就达到15万亿,相当于新车年销售的三到四倍。 数据就摆在那,不得不承认,房地产算得上典型的带头大哥行业。 最近中国央行在对房地产信贷表态的时候,首先说了两句意味深长的话。 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连续性稳定性,保持个人住房贷款,合理适度增长,然后才是严禁消费贷款,违规用于购房,加强对银行理财,委托贷款等渠道,流入房地产的资金管理。 所以,这次检查,肯定会遏制资金,违规流入楼市,但楼市合理的资金需求,还是会得到保证,不会完全切断。 中国央行和银保监会之所以频频对楼市严厉表态,是因为当前资金面非常宽松,贷款利息非常低,全球都在降息的背景下。 这时候,资金绕道流入楼市是非常容易的,不采取一些措施,楼市一定会再次疯狂。 而当前股市又比较低迷,大家也深切感到了炒股的风险,所以资金通过各种方式流入楼市,是很难避免的。 所以,需要加以管控,至少不能泛滥。 值得注意的是,此次检查要求的,是个银保监局,检查银行机构的数量,原则上,不得少于三家。 也就是说,这不是一次地毯式检查。 银保监会建议抽查的银行是,房地产信贷规模较大,获占比较高的机构,房地产相关业务风险较为突出的机构,与融资规模较大的房地产企业合作较多的机构, 与交易火爆楼盘合作密切的机构。 如果静态分析,年底之前流入楼市的银行资金会减少,楼市会整体上趋冷。 由于全球经济处于高度敏感不稳定的状态,所以政策一定会跟随环境不断调整。 目前看,因为中国经济难以承受,楼市虽会趋冷,但下降的空间不大,这从上海放松限购就可以看出来。 我们再来看另一则新闻。 中国统计局8月9日发布数据,2019年7月份,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.8%,其中,城市上涨2.7%,农村上涨2.9%,食品价格上涨9.1%,非食品价格上涨1.3%,消费品价格上涨3.4%,服务价格上涨1.8%. 1-7月,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2.3%,2019年7月份,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0.3%,环比下降0.2%,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0.6%,环比下降0.2% 1-7月,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0.2%,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持平。 2019年开年,正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行趋势,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路下滑至2019年2月份的1.5%出现了通缩趋势。 至2019年7月,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猛然涨至2.8%,距离破3%一步之遥。 考虑汇率破7所致的输入型通胀因素,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破3,即无悬念。 8月5日,中国被列为汇率操纵国,人民币破7,与美国汇率操纵国施压,制造了一个悬念。 中国央行会否在外部压力之下,将汇率拉回7以内? 其实汇率承压是事实,否则也不会有逆周期调解。 而中国市值450万亿房产存量,很难允许汇率硬扛。 逆周期调控之下,中国央行只需减少市场干预,汇率破7只是顺水推中。 假使汇率重新拉回7,外储安全干预能力,已超过临界,必然刺激做空动机。 逻辑上汇率拉回7内,是个不可能做出的选择。 而如1994年的,主动跳扁行为,也极无可能。 1994年,中国对外依存度很低,而2019年,中国对外依存度很高。 进出口贸易总额,占GDP的比率,在50%以上,甚至一度达到70%,属于对外依存较高的国家。 1994年,中国可以无需顾虑关联国家情绪,但2019年,显然做不到。 1994年跳扁之前,中国已先行加息,一年定存利率至10.96%,海南房产泡沫于1993年6月先行引爆。 彼时中国外储存量也不多,无需过于担心资金外流问题。 但2019年,中国450万亿的房产存量,显然难以承受快速加息的后果。 3万亿外储需担心资金外流问题,又制约了中国采用激进贬值手段。 近一月,呼声港通,内地流入香港资金的净值为337.2亿,显示内地资本市场的赚钱效应,对吸引跨境资金流入的作用正在减弱。 资金正在南下香港,鉴于汇率破七对信心的打击,国内资本市场赚钱效应持续减弱。 在没有加息的前提之下,资本外流将加速。 从中港利差,也可以发现资本加速外流的蛛丝马迹。 从上海银行间同业隔夜拆借利率来看,人民币隔夜利率维持了相对稳定。 但港元隔夜利率急速下滑,或预示汇率破七,造成内地资本加速外流至香港市场。 香港流动性充沛,驱动利率下滑。 2019年前5月,银行结售会逆差139亿,但假如资本市场赚钱效应减弱,扣除资本与金融项顺差91.4亿,结售会逆差将放大至230.4亿。 再考虑非法外流力度,2019年一季度非法外流878亿,外储存量或将于四季度跌破3万亿红线关口。 这将进一步刺激人民币汇率,看扁预期,会迫使央行出现加息预期,而这又将施压资产泡沫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,不知各位有何看法。